今天要跟大家分享到的文章是 心术不正的人有这三个特征 趁早绝交 一起来听 曾国藩说 一生成败 皆关乎朋友之贤否 不可不慎也 与人交往一定要谨慎 人品不正趁早绝交 首先表里不一 若要考验人品 首先要听其言观其行 鬼谷子中讲 其貌屈媚 其言于巧 是其见物者不可深交 一个人外表看上去 温和可亲 说起话来花言巧语 喜欢用甜言蜜语 来粉饰自己的言行 这样的人表里不一 千万不可以深交 孔子曰 巧言令色 嫌疑人 如果一个人讲话 过分地讨巧 神态举止 过分地谄媚 那么这个人多半 不怀好意 漂亮话 谁都爱听 但是没有任何营养 一个人表面功夫 做得越漂亮 那么他背后的动机 也就越是值得警惕 俗话说得好 一掌一退山西水 一反一负小人心 山西里的水 随着季节 常涨常退 就像小人的心一样 反复无常 表里不一 和这样的人相处 你永远不知道 他哪句话是真的 哪句话是假的 与其随时提防 被他带进坑里 完全没有安全感 不如趁早绝交 第二种人呢 仗势欺人 生活中总有一些人 最爱仗势欺人 没事乱发脾气 鬼谷子中讲 林人以色 高人以气 圣人以言者 不可深交 一个人对上 阿谀奉承 对下 遗旨欺识 面对弱者时 说话自带一种 骄横的态度 喜欢以过激的言辞 压制别人 动辄给人甩脸色 这样的人 往往心术不正 孔子曰 君子太而不骄 小人 骄而不泰 小人得志 便猖狂 醉喜仗势其人 有素质的君子 即使身居高位 也能泰然处之 即使是对待地位 比自己低下的人 也能做到温和有礼 陈济如在 《小窗幽记》中有言 苍蝇腹记 节则节矣 难辞处厚之休 罗兄依松 高则高矣 未免养攀之耻 所以君子 宁以风霜自邪 勿以鱼鸟亲人 这些心术不正的小人 不过是绕树的腾锣 乱叫的苍蝇 乍看之下风光无限 可是一旦失去依仗 便什么都不是了 正人君子 当以此类人为耻 趁早已知绝交 第三是 唯利是图 鬼谷子有言 若饮食已轻 祸落已交 损利已合 得其权益 而饮于物者 不可深交 有这么一类人 拉关系 全靠请客喝酒 贿赂金钱 聚在一起 专干一些损人利己的事 他们对你的态度 取决于你有用的程度 正如《菜根坛》中所说 饥则富 饱则利 傲则趋 寒则弃 饥寒交迫的时候 跑去投靠人家 吃饱喝足之后 却当作无事发生 看到富贵人家 就尚赶着去巴结 路易贫寒掀起 却对人弃之不顾 如此唯利是图 就是这类人的通病 《格言连壁》中说 小人处事 与利和者为利 与利备者为害 为利是图的人 眼里只有利益 随时随地 想要从别人身上 榨取更多的利益 一旦产生利益冲突 他们立马翻脸不认人 与这样的人交往 注定是 无用社交 只会占用你的时间 浪费你的精力 消耗你的真心 应当趁早远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